风神榜,十八,紫牙剑竹影盘西 话说紫牙看霸图样 王曰,此台多少日期方可玩的此宫 上奏曰,此台高四丈九尺 造琼楼玉宇,壁砍刁篮,功成浩大 若玩台宫,非三十五年不得完成 咒王文奏,对打几曰 预期,将上奏阵,台宫要三十五年方程 阵想光阴瞬息,岁月如流 年少可以行乐 若是如此,人生几何 安能常在 造此台实为无意 打几奏曰,江上乃方外述事 总以一派乌言 那有三十五年完工之礼 狂被欺主,罪当袍落 咒王曰,欲欺之言誓也 传承奉官,可与朕拿江上袍落 以证国法 紫牙曰,臣起陛下 露台之功,劳民伤财 愿陛下惜此念头,切不可为 今四方刀兵乱起 水汉平仁,府库空虚 民生日促 陛下不留心帮本 与百姓养和平之福 日荒淫于酒色 远闲敬宁 慌乱国政 杀害忠良 民怨天仇 累事警报 陛下全部修行 今又听狐媚之言 望兴土木 陷害万民 臣不知陛下之所忠义 臣受陛下之欲之恩 不得不斥胆披肝 冒死上臣 如不听臣言 又见昔日造穷宫之故事儿 可怜社稷声明 不久为他人之所有 臣何忍坐视而不言 赵王闻言 大骂 匹夫 阎敢五邦天子 令两边成凤官 与朕拿下 海施积奋 以朕国法 众人方欲向前 紫牙抽身 望楼下飞跑 赵王意见 且怒且笑 于期 你看这老匹夫 听见拿只衣字就跑了 礼节法度 全然不知 那有一个跑了的 传指命凤玉官 拿来 众官赶紫牙过了龙德殿 九间殿 紫牙至九龙桥 只见众官赶来慎疾 紫牙曰 成凤官不必赶我 莫非以此而已 按住九龙桥栏杆 望下一窜 把水打了一个窟窿 众官急上桥看 水星儿也不冒一个 不知紫牙借水盾去了 成凤官往摘姓楼回旨 王曰 好了这老匹夫 且不表咒亡 话说紫牙投水桥下 有四元直垫官扶着栏杆 看水皆探 是有上大夫杨刃进五门 见桥边有直垫官 扶着望水 杨刃问曰 你等再次看什么 直垫官曰 其老爷 下大夫将上投水而死 杨刃曰 为何事 直垫官答曰 不知 杨刃进文书房看本章 不提 且说咒王与打几一路台 拆那一官员兼造 打几奏曰 若造此台 非虫吼虎不能成功 咒王准行 拆承凤宣崇侯虎 承凤的旨 出九间店网文书房 来见杨刃 杨刃问曰 下大夫江子牙和士武军 自投水而死 承凤答曰 天子命将上造炉台 将上奏事五指 应命承凤拿他 他跑至此 投水而死 经召崇侯虎督工 杨刃问曰 何谓露台 承凤答曰 苏娘娘献的图样 高四丈九尺 上造琼楼玉宇 殿阁虫颜 玛瑙气旧栏杆 朱玉装成梁洞 精命虫吼虎兼造 卑职见天子 所行皆捷王之道 不忍设计秋须 特来见大人 大人秉中见 纸上目之功 旧万民班尼运土之苦 免伤骨有限血本之殃 此大夫爱遇天下盛名之心 可拨扬于事事已 阳刃听罢 魏诚奉曰 你且将此诏停止 待吴敬见圣上 再为诗行 杨刃竟往摘行楼下后旨 赵王宣杨刃上楼见驾 王曰 亲友和奏章 杨刃奏曰 陈文至天下之道 君明臣旨 言听计从 为事保事用 忠良是亲 坚定日远 和外国 顺民心 公赏罪法 莫不得当 则四海顺从 八方养德 人正事于人 则天下仅从 万名乐业 此乃圣主之所为 经陛下信后非之言 而忠言不听 建造露台 陛下指之行乐欢愉 歌舞宴赏 做一己之乐 致万幸之仇 臣恐陛下不能享此乐 而先有复兴之幻 以 陛下若不即为整斥 臣恐陛下之幻 不可得而知之以 主上三害在外 一害在内 陛下听臣言 其外三害 一害者东伯侯将文幻 雄兵百万 欲报复仇 游魂官兵无宁兮 屡折君威 苦战三年 钱粮尽费 粮草日间 此为一害 二害者 南伯侯厄顺 为陛下无辜杀其父亲 大使人马 昼夜攻取三山关 邓九宫义士苦战多年 库藏空虚 君民失望 比为二害 三害者 邝文太师远征北海大敌 时有余年 惊且未能返国 胜败未分 吉凶未定 陛下何苦听信谗言 杀戮正事 狐媚偏于信从 党言置之不问 小人日静于君前 君子日闻其退避 官为静无内外 雕当紊乱深宫 三害惶惶 八方作乱 陛下不容见官 有祖中耿 今又起无端造作 广失土木 不为设计不能垫安 宗庙不能磐石 臣不忍昭歌百姓 受此涂炭 愿陛下素质抬功 明星乐业 数可救其万一 不然 明亦离星 则万民慌乱 古云 明乱则国破 国破主君王 只可惜六百年 已定华疑 一旦被他人所掳矣 赵王听罢 大骂 匹夫 把笔书生 焉感无知 直言贩主 命奉御官 将此匹夫弯曲二目 正念他遂有功 孤恕他一次 阳任父走约 臣虽弯目不辞 只怕天下诸侯有不忍臣之弯目之苦也 奉御官把阳任掺下楼 一声响 弯二目献上楼来 且说阳任忠肝义胆 实为昼王 虽弯二目 忠心不灭 一道怨气 直冲在清风山紫阳洞 轻虚导得真君面前 真君早解其意 命黄金立世 可就阳任回山 立世奉旨 致摘星楼下 用三阵神风 一厢变满 摘星楼下 得拨起尘土 扬起沙灰 一声响 阳任尸还静不见了 赵王挤往楼内 避其沙土 不一时 风溪沙瓶 两边起奏赵王曰 阳任尸首封刮不见了 赵王探曰 四前藩镇斩太子也被封刮去 四比等式 接戏长室 不足怪也 赵王为打己曰 露台之功 以赵猴虎 阳任见阵 自取其货 塑赵重猴虎 是驾官崔赵去了 且说阳任的尸首被历史射回紫阳洞 回真君法旨 道德真君出洞来 命白云童儿 葫芦中取二粒仙丹 将阳任眼眶里放二粒仙丹 真人用先天真气吹在阳任面上 喝声 阳任不起 更待何时 真是仙家妙述 其此回生 只见阳任眼眶里长出两只手来 手心里生两只眼睛 此眼尚看天庭 下观地穴 终时人间万事 阳任立即伴赏 定省间自己目画其行 见一道人立在山洞前 阳任问曰 道长 此处莫非幽名地界 真君曰 非也 此处乃清风山紫阳洞 平道识练其是 清虚道德真君 应见你忠心赤胆 直见昼王 连救万民 深遭弯木之灾 平道连你阳寿不绝 度你上山 后辅周王 承其正道 阳任听罢 拜谢曰 弟子蒙真君连救 指引还生 再见人士 此恩此德 何敢有望 望真君不弃 怨败为师 阳任就在清风山居住 后只待破温镇下山 助紫牙成功 有诗曰 大夫直见范飞行 弯木伤心不忍听 不是真君师妙术 也能两眼查天庭 不说阳任居此安身 且说咒王照 崇侯虎 督造露台 此台功成浩瀚 要动无限钱粮 无限人夫 搬运木质 泥土 砖瓦 络艺之苦 不可圣计 各州府县君民 三丁抽二 独丁复义 有钱者买闲在家 无钱者任劳累死 万民惊恐 日夜不安 男女慌慌 君民接院 家家庇护 逃奔四方 崇侯虎 仗势虐名 可怜老少累死 不计其数 接填露台之内 昭歌变乱 逃亡者甚多 不表侯虎 监督台功 且说紫牙借水盾 回到宋义仁庄上 马氏接住 恭喜大夫 今日回家 紫牙曰 我如今不做官了 马氏大惊 为何是来 紫牙曰 天子听信打几之言 起造露台 命我督工 我不忍万民遭殃 离树有难 是我上一本 天子不行 被我执剑 圣上大怒 把我霸之归田 我想赵王妃我知主 娘子 我同你往西齐去 守时待命 我一日时来运智 官居显绝 极品当朝 人臣第一 方不负我心中是学 马氏曰 你又不是文家出身 不过是江湖一树士 天性做了夏大夫 敢天子值得不浅 经历你造台 乃看顾你监工 矿钱粮计多 你不管渗东西 也赚他些回来 你多大官 也上本建言 还是你无福 只是个术士的命 紫牙曰 娘子 你放心 是这样官 未斩我胸中才学 难遂我平生之志 你且收拾行装 打电筒我往西齐去 不日官居一品 位列宫卿 你受一品夫人 身住侠配 头戴朱冠 荣耀西齐 不枉我出事一番 马师孝曰 紫牙 你说的是诗实话 县城官你没服作 倒去空拳 只手去别处寻 这不是折得你胡思乱想 走投无路 舍尽求远 上望官居一品 天子命你监造台宫 明明看顾你 你做的是那里清官 如今多少大小官员 都是随时而已 紫牙曰 你女人家不知远大 天术有定 迟早有期 各自有主 你与我同到西齐 自有下落 一日时来 富贵自是不浅 马师曰 江子牙 我和你原夫妻 分支道得如此 我生长昭哥 绝不嫁他乡外国去 从今说过 你行你的 我干我的 再无他说 子牙曰 娘子错说了 嫁妻怎不逐鸡妃 夫妻岂有分离之理 马师曰 妾身原是昭哥女子 那里去离乡背景 子牙 你从石仙 写一纸修书于我 各自投生 我绝不去 子牙曰 娘子随我就好 一日身容 无边富贵 马师曰 我的命只何如此 也受不起大福分 你自去做一品显官 我再比受些穷苦 你再取一房有福的夫人罢 子牙曰 你不要后悔 马师曰 是我造化低 绝不后悔 子牙点头探曰 你小看了我 既嫁与我为妻 怎不随我去 必定要你同行 马师大怒 姜子牙 你好 就与你好开交 如要不肯 我与父兄说之 同你敬昭哥见天子 也讲一个明白 夫妻二人正再次斗口 有送一人同妻孙侍 来劝子牙曰 贤弟 当时这一件事 是我做的 弟父既不同你去 就写下一字与他 贤弟乃其男子 岂无家配 何必苦苦留恋他 常言道 兴趣亦难留 勉强终非是好结果 子牙曰 掌兄 扫在上 马师随我一场 不曾受用一些 我心不忍离他 他倒有离我之心 掌兄吩咐 我就写修书与他 子牙写了修书拿在手中 娘子 书在我手中 夫妻还是团圆的 你接了笔书 再不能玩具了 马师伸手接书 全无半毫顾恋之心 子牙探曰 清竹舌尔口 黄峰尾上针 两班游自渴 最毒妇人心 马师收拾回家 改劫去了 不提 子牙打电起行 作词送一人 嫂嫂孙氏 江上蒙兄嫂看顾提携 不期有今日之别 一人至久 与江子牙践行 引罢 远送一程 英问曰 贤弟往那里 子牙曰 小弟别凶 往西齐做些事业 一人曰 躺贤弟得一时 可机一应 使我也放心 二人撒泪而别 一人送别在长途 两下分离心思孤 只为金兰思意中 几回搔手一吃除 话说子牙离了宋家庄 取路往梦京 过了黄河 竟往勉池县 往陵同关来 只见一起招歌逃走百姓 有七八百黎明 父邪子哭 地位兄卑 夫妻泪落 男女悲哭之声 纷纷在道 子牙接而问曰 你们是昭歌的名 那中也有认的是江子牙 众名叫曰 江老爷 我等是昭歌名 因为昭王起造路台 命虫猴虎监督 那天杀的奸臣 三丁抽二 独丁负义 有钱者买贤在家 累死数万人夫 失田路台之下 昭夜无息 我等经不得这样苦楚 故此逃出五官 不期总兵张老爷 不放我们出关 若是拿将回去 死于非命 故此伤心啼哭 紫牙曰 你们不必如此 带我去见张总兵 替你们说个人情 放你们出关 众人谢曰 这是老爷天恩 朴师甘露 枯骨重生 紫牙把行囊 与众人看守 独自前往张总兵府来 家人问曰 那里来的 紫牙曰 凡你通报 商都夏大夫江上来拜你总兵 门上人来报 其老爷 商都夏大夫江上来拜 张凤想 夏大夫江上来拜 他是文官 我乃武官 他进朝廷 我居官爱 百事有凡他 即命左右请进 紫牙到家打扮 不住公服 进往里面 见张凤 凤一见紫牙道夫而来 便坐而问曰 来者何人 紫牙曰 吴乃夏大夫江上誓言 奉问曰 大夫何为道福而来 紫牙答曰 卑职此来 不为别事 单为众名苦切 天子不明 听打己之言 广失土木之功 心造露台 命虫猴虎督公 其一笔献六万名 贪图贿赂 往昔名利 旷四方兵卫西间 上天是井 水汗不均 名不聊生 天下失望 梨树遭殃 可怜累死车名填于台内 荒淫无度 奸臣蛊惑天子 狐媚巧避圣聪 命我督造露台 我怎肯欺君误国 害名伤财 因此直见 天子不听 反欲加刑于我 我本当已亦死 以报绝路之恩 奈上天术未尽 蒙恩设诱 放归故乡 因此行到了贵制 偶见许多百姓 邪男拽女 扶老掺诱 悲好苦楚 甚是伤情 如若知回 又聚袍落 菜盆 惨行恶法 残缺之体 骨粉浑霄 可怜民死无辜 怨魂怀躯 今上官之 心始可怜 故不辞溃面 凤叶抬言 恳求赐众民出关 离树从死而之声 将军真 天高海阔之恩 使上天好生之德 张凤听罢大怒 言曰 如乃江湖述事 一旦富贵 不思报本于君恩 凡以巧言而获我 旷逃民不忠 若听辱言 亦献我于不义 我受命执掌官爱 自宜尽臣子之劫 逃民玩法 不守国规 已当拿解于昭歌 自私只是不放过此官 必自然回国 我已自存一线之生路矣 若论国法 连辱并解回朝 以正国典 奈无出惠 暂且孤勉 喝两边 把江上插江出去 众人一声喝 把紫牙推江出来 紫牙满面羞愧 众名见紫牙回来 问曰 江老爷 张老爷可放我等出关 紫牙曰 张总兵连我也要拿进昭歌城去 是我说过了 众人听罢 齐声叫哭 七八百黎明 好逃痛哭 哀声彻眼 紫牙看见不忍 紫牙曰 你们重名不必提哭 我送你们出武关去 有等不知事的黎明 闻之此语 只说宽慰他 乃曰 老爷也不出去 怎生救我们 那中有知道的 哀求曰 老爷若肯救援 便是再生之恩 紫牙道 你们要有武关者 到黄昏时候 我叫你等闭眼 你等就闭眼 若听到耳内风响 不要睁眼 开了眼时 跌出脑子来 不要怨我 众人应承了 紫牙道一更时候 望昆仑山拜坝 口中念念有词 一声响 这一会 紫牙土盾就出万名 众人只听得风声洒洒 不一会 四百里之城出了林铜关 铜关 川云关 借牌关 四水关 到荆棘岭 紫牙收了土盾 众名落地 紫牙曰 众人开眼 众人睁开了眼 紫牙曰 此处就是四水关外荆棘岭 乃西齐州地方 你们好好去罢 众人叩头谢约 老爷 天垂甘露 普救群生 此恩此德 何日能报 众人败别 不提 且说紫牙往西影记 有诗为证 气阙昭歌远是尘 法师土盾就名声 闲居味水垂甘带 只等风云忌会员 五级栽阳为引道 飞雄梦照主求贤 八十才逢名圣主 方历周朝八百年 话说众鸣等待天明 果是西齐地界 过了荆棘岭 便是守阳山 走过燕山 又过了白柳村 前至西齐山 过了七十里 至西齐城 众鸣进城 观看景物 鸣风误附 行人让路 老幼不期 市井千和 真乃摇天顺日 别是一番风景 众鸣做一手本 投地上代父府 散一生接着手本 一日博弈考传命 继昭歌逃名 因咒王施政 来归无土 无妻者给阴与他取妻 又与银子 令众人就居安储 观寡孤独者 在三季仓造名 自领口粮 一生领命 一考约 父王求有礼七年 孤欲自往昭歌 代付赎罪 清等意下如何 散一生奏约 臣起公子 主公临别之言 七年之恶已满 灾完南族 自然归国 不得造次 有为主公临别之言 如公子于心不安 可诧疑士族前去问安 亦不适为子之道 何必自持安玛 身临险地灾 博弈考探约 父王有难 七宰尽于一乡 举目无亲 为人子者 于心何人 所为立国立家 徒为虚设 要我等九十九子何用 我自带祖仪三件宝贝 往昭歌进贡 以赎负罪 博弈考此去 不知吉凶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